部分完全也沒有說明 那我們看到很多現在中國所釋放的影片 好像大媽們在方艙醫院跳廣場舞 很開心等等 這個在醫學界來看都是不可思議的 因為這些對防疫是沒有幫助 而且是會讓病情加重的 那個方艙醫院的大媽跳舞就很明顯嗎 那一堆病患得肺炎還要跳舞 這怎麼可能的事情 還有醫護人員還要全副武裝跟他跳舞 這我們很難想像 來就做精神勝利法 來就做精神勝利法 早上十點 台中慈濟醫院專責病房的護理人員 排排站準備跳健康操 病房內同步響起音樂 隔著門大家一起動一動 希望的是病人跟護理研究員 這個團隊可以有一個出壓的一個管道 就是因為肺部的疾病 那其實多下床運動 然後你有力氣 就是肺部的擴張 在這個專責病房 大多是輕症新冠病患者 年齡範圍從三歲到成人 一個長城運動 有難度堅持下去 還是健康 快樂有話 力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